其實重新轉擇都沒什麼選擇 因為自己知道自己一開始已經很喜歡車 第一 第二 也在讀書方面比較差一點 第三 就是說很感謝我爸爸的支持 很小 九歲已經開始接觸私人賽車 其實是要很… 思想很開放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因為小時候讀書 很多年輕人讀書都不是厲害的 但是到了現在 如果放我在讀書方面 可能都不會做到什麼出來 所以起碼我爸爸相信一件事就是 項出狀元 應該這麼說 我希望做好一點 經常都希望心做好一點 賽車方面 因為這是自己喜歡的事情 如果你自己喜歡的事情 都做不盡力去做 就不是很適合 所以我想選擇不會太多 我想重新選擇過 也會做賽車上